这个好伤了 哎呦 她都菜到出来的 她就是因为小爷喊我嘛 我妹妹就 我妹妹就倒了我嘛 倒了 这姐妹妹 哎呦 那就是谁倒了 咬到地下了 你就赶紧去救了 监控显示 事情发生在11月29日晚上8点 刘女士的妹妹受伤后 饭店的顾客前来帮忙 现在呢有很多人把这个行凶男子拉开了 但是她依然挥舞着手中的菜刀 刘女士的老公高猛在行凶后逃离现场 刘女士的妹妹背负重刀 被立即坐网医院进行混合手术 这个是她掐的 掐的 还有这个鼻子上也是她在她运行 因为她折磨了十几年了 我宁愿之前 所以这一刀是我为她爱的 刘女士说 结婚十多年来 遭受家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这是你姐上所被打的状态 9月21号晚上12点 她结婚过去活出来就是这样 外面有了女朋友嘛 她说要把我女儿我儿子终于杀光 她要把我解决回来 目前刘女士已经报警 律师表示 高猛已涉嫌故意伤害他人 司法机关可采取强制措施 我拿了这个鉴定结论 那么我立即到 我的这个所辖的这样的一个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一个离婚诉讼 要求人民法院 给我下达一个人生禁止令 就是禁止你接近这个律师 焦点记者吕松洛胡正报道